至於10點不一樣 先來關注的是 國防部9號針對了 中共跟歐洲太空總署 合作發射的衛星 因為軌跡異常進入 我防空識別區 而發送的國家級警報 雖然國安單位強調說 總統事先知情 但是顯然這重要首長 像是行政院長跟外交部長 其實都不知道 因為兩個人第一時間 還誤看警報 而國防部更是把 衛星的英文誤稱為飛彈 引來外媒開馬 還以為是地震 外交部長烏洲系 9日下午注視 國際記者會 也被國家級警報打斷 外媒切切私語幕僚 拿著手機衝向前 只是國防部的用字 也被衛報開酸 附圖還是引用 媒聯社翻射TVBS的新聞畫面 第一時間搞錯的 還有行政院長 因為剛才我接到一個簡訊 說中國發射這個飛彈 但等等中共這次 與歐洲合作發射的 愛因斯坦次政衛星 1月7日就已公告 國安單位說總統早知情 那其他重要官員勒 坦白講中共發射衛星的次數 也真的就是常態性的在發射 所以可能一開始 我們的相關的軍事跟情報部門 並沒有把它當成一個 非常特殊的一個事件來出 官僚系統習性的這種可能性 另一個讓專家皺眉頭的是 按國軍公布的航技圖 以至到火箭的殘海陸區 在大陸的貴陽和成州 官單位聲稱 國軍與友軍發現 衛星軌跡異常 進入我防空識別區 可有越南軍事專家 指出衛星航技疑似未飛越台灣 在對比歐洲太空總數的新聞稿 愛因斯坦次政衛星成功發射 抵達高度約600公里的軌道 太空軌道之後的一個偏移狀況 基本上那個應該是 歐洲跟中國這邊都會密切去關注 如果有狀況的話 應該歐洲這邊是會有一些 數據提出來的 這成了羅盛門 但中共12月份發射 7次的衛星火箭事前都曾預告 國軍都是待發射後才發新聞稿 先有這樣的一個提醒 會不會對於民眾來說 在接到簡訊的當下 會更為比較不會造成更多的恐慌 國人沒心理準備 警報又突如其來 未來的警報標準 為何國軍得說明白 TVBS新聞 新聞小樓廷廷才不懂 這個國家級的警報 現在總統蔡英文 也被國民黨質疑說 到底是不是事先就知情 似乎是事先知道的 而且一切都是模擬好的嗎 因為總統第一時間 是以微笑面對警報 而且安撫群眾 重點區域浮損 現任優先 總統說什麼也要把鄭運鵬 留在立法院 還有自己的接班人 總統動之以情 不到半年 只有要卸任 總統心情 憂喜參半 尤其選前四天 國家警報大響 已成了政治事件 回顧總統表情 警報大響時 因手機沒放身上 只能湊去看陳其邁的 智慧手錶 了解狀況 只見總統看了一眼 隨即笑著 安撫群眾 難道真如在野黨所說 據悉 總統確實知道 對岸下午3點03分 要發射衛星 但不清楚火箭飛行航線 與原本掌握航線不同 是在警報響起時 才知國防部發出警報 行程結束 國安單位隨即跟總統 報告國防部 這14分鐘內的決策 總統也肯定 只是國防部的錯誤 英文用字 卻讓在野陣營 找到疑點 來辦發言人趙玉桑 更一度直言 國防部發這簡訊 對民進黨的選情有傷 選舉期間 國家安全跟兩岸穩定 一樣重要 不認為這個事情 是為了選舉 而是應該建立其一套 國家級的防空警報的規範 還有總統府 前晚也定調 對岸的衛星發射 已排除政治企圖 服怨這回活速切割 中國界選不賣芒果乾 TVB的新聞 董悠俊患柔 台報道 國際焦點 繼續先來關注的是北韓 北韓官媒報導說 金正恩已經正式把南韓定義為國家的主要敵人 要求北韓強化軍力跟威哲力 南韓則是回應 北韓形同是違反了919軍事協定 軍事緩衝區將不再存在 而北韓在去年的12月底 試射了洲際彈道飛彈 今年的1月5號一連三天 又朝著韓岩平島跟白領導方向發射炮彈 現在也讓兩韓的情勢更緊張升溫 這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40歲生日送給南韓的大禮嗎 北韓官媒正式宣布 南韓是北韓主要敵人 南韓媒體第一時間報導 金正恩是在視察武器工廠時 說不會主動引戰 但也無意避戰 根據了解現場陪同的官員 包含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還有國防部長 軍需工業部的副部長 導彈總局局長等軍事高層 南韓智庫學者則認為 現場的車輛很可能是發射固體燃料飛彈KN24的發射車 北韓日前才下令軍隊要做好戰爭準備 現在又宣布南韓是敵對國家 種種行徑都讓南韓痛批 北韓是片面摧毀919軍事協定 就在1月5號北韓朝南韓的岩平島 與白林島發射200枚炮彈之後 南韓以K9雷霆自走炮以及戰車炮反擊 但沒有想到北韓卻還是接連挑釁 北韓從1月5號接連三天都朝岩平島進行實彈演習 金語正還嗆說這只是欺敵手段 是要試探南韓的偵察能力 這都讓南韓忍不下去 南北韓這一來一往之間更讓岩平島和周邊的漁民 坦言很害怕 就連當地人都快受不了了 更何況是從外國來南韓 討生活的外籍義工 北韓近年挑釁動作頻繁 只要一有動靜 警戒範圍內的區域就是警爆聲大作 過去在前總統普警惠時期會特別顯明是火箭 還是衛星或是飛彈 但是在主張對北韓友好的文在寅領導過後 現在改為止血不明飛行物體 但是這也引來抱怨 而這次台灣因為大陸發射衛星飛行軌道異常 罕見地發出國家級警報 而且時間點就落在選前 這也讓南韓是高度關注 根據彭博社的經濟研究報導 如果台海開戰 全球將付出10兆美元的代價 估計台灣的GDP會損失40% 而GDP損失第二高的就是南韓 達到23.3% 比中國大陸的損失16.7%還要高 尤其台灣和南韓的半導體供應鏈是高度相關 就擔心這次大選會引發難以預測的蝴蝶效應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繼續來關注的是以哈戰爭 以色列國防軍持續的在加薩打擊哈馬斯 除了不斷曝光在尤尼斯的作戰畫面之外 也證實之前摧毀了中部哈馬斯的兵工廠石 因為自家坦克不慎炸到電線桿提前引爆炸彈 造成了6名乙軍死亡 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以哈戰爭之後 適度的訪問以色列 這次他直言說加薩平民跟兒童的死亡人數 還是帶很高 敦促以色列減輕平民苦難 以色列國防軍還在擴大對南部城市 甘尤尼斯的作戰行動 不只南部 以色列近期還在中部破獲哈馬斯兵工廠 只是相關的行動也伴隨傷亡代價 當時有乙軍坦克不慎炸斷電線桿 連鎖反應提前引爆炸藥 並導致6名以色列士兵當場慘死 但更慘的還是加薩老百姓 甘尤尼斯居民痛批 乙軍根本不放棄地表任何角落 周二南部拉法又有五層樓名宅被轟 死者中包含婦女和小孩 當地其實還有大量從北部逃離的難民 他們天天排隊好幾小時 只為了領取勉強能溫飽的食物吃 這次的時間 當我們提供的食物 我們有四個吃飯 因為我們有四個吃飯 所以我們不懂得說什麼 我們想吃東西 我們想吃東西 讓我們能夠活 年僅八歲的加薩男童和全家人流離失所 他和兄弟姐妹客難坐在路邊 小小年紀的他們已經歷太多苦難 世衛組織再次表達對加薩醫療情況的擔憂 因為有越來越多醫療人員自顧不暇也選擇逃離 對加薩民眾來說 生存本身就是一場戰鬥 從來的物資卡車還是每每遭到半路攔車 而另一個位在邊界的克瑞殺落關卡 則是出現人質家屬集結擋路 痛批人道上有所不公 因為提供了物資卻還是救不回被綁走的親人 人質救援沒進度 以色列還忙著在西岸反恐 卻有一次次被拍到涉嫌濫殺 以哈開戰以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自度防疫 也忍不住說出這段重話 警告平民的死傷還是太高 美國現在其實也擔憂 正常有往外擴大的可能 美國海軍週二又擊落 夜門叛軍對鴻海商船發射的 24架無人機和飛彈 這也是以哈衝突以來 夜門叛軍在當地發起的最大規模攻擊 點心果文 綜合報導 另外俄烏戰爭則是來看的是 烏克蘭秀出了殘骸照片 指控俄羅斯使用北韓援助的飛彈來攻擊烏克蘭 48個國家外交部長也發表譴責聲明 不過克林姆林公倒是不願直接回應拒絕評論 只說西方也軍援烏克蘭炮彈轟炸 俄羅斯貝爾哥羅德 俄國國防部長蕭伊古更表示 將會持續的維持三核三位一體的打擊能力 那麼確保的就是世界戰略的平衡 而為了加強作戰能力 烏俄兩方現在還是都鎖定無人機 作為重點的發展產業 戰場上俄軍士兵還在商討戰略 殊不知大難就要臨頭 目前戰火最激烈的烏克蘭東部阿夫-迪富卡前線 烏軍第47機械化率在不到一天時間內 就炸毀30輛俄軍坦克和軍車 這位烏軍士兵安德利 戰前是物理、天文學和電腦專家 用畢生知識協助戰友精準定位俄軍 在適合環境條件下一級避重 他們還成功用無人機 炸毀一輛俄軍自豪的T90坦克 小兵力大工 無人機成為烏克蘭重點發展的軍用產業 製造商也大幅提升產量 反而造成政府預算不夠買下 正在製造的所有無人機 得進一步開放市場競爭 壓低價格 還要建立本土的零件生產鏈 並非只有烏克蘭 俄羅斯也計劃到2030年前 每年增產超過32500架無人機 比目前製造量多三倍 這其中還有70%都會是俄羅斯國產品 當然俄羅斯還有一張王牌 恐怕是烏克蘭還無法達成的 那就是核武實力 俄羅斯國防部長肖伊古 週二在軍事高層會議上 強調將繼續保持陸基 空基與海基核三位一體打擊能力 振折敵對勢力 俄羅斯伊斯海找來北韓駐政 近期烏克蘭指控俄軍 使用北韓製造飛彈攻擊 包括美日韓在內 48國外交部長都同聲譴責 美國也表示將繼續制裁 協助武器轉讓相關人士 不過克里姆林宮對此回應 說西方國家也在軍援 烏克蘭根本是自打嘴巴 烏克蘭則反擊 說美國軍援的M113裝甲運兵車 是無數烏克蘭士兵的救星 西班牙現在也說 要再送給烏克蘭 三輛裝甲醫療救護車 送傷兵救醫 也讓前線無後顧之憂 繼續作戰 另外烏克蘭總統顧問 接受CNN訪問 喊話各國也要小心 俄羅斯總統普清的資訊戰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上週日本外務大臣上野揚子訪問基輔 俄國媒體和社群網路卻大篇幅渲染 稱日本內閣都沒去探視地震災區 卻本末導致先跑烏克蘭 日本政府也火速辟謠 表示內閣副大臣有趣經責 希望消除錯誤輿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繼續今天10點不一樣的精選話題 來關注的是選戰的部分 首先來看的是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他大家都知道 有非常死忠的一群年輕粉絲 柯粉、鐵粉支持著他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是不是就代表著 他比較沒有辦法得到同梯的支持呢 要打進終身代以上的族群 似乎就顯得比較吃力 而柯文哲也意識到這一點 日前他才在臉書上有感而發 說自己得不到同梯 也就是同為四五年級生選民的支持 那麼也問大家是否甘心 這一輩子就被藍綠兩個政黨綁架 總統大選四五年級生支持誰 我們來到計程車休息站 問問問蔣們的看法 美國大概一個政黨 很少有執政16年的 如果你知道你執政8年 而如果你在那邊搞青年三 8年以後下一個政黨來 就會把它翻出來 46年次的林先生認為 柯文哲要當總統挑戰很多 尤其這次民眾黨只提名 11名區域立委候選人 若真當選總統要如何在國會 跟藍綠分庭抗禮 所以他喊出聯合政府 那我請問你 他如果跟民進黨聯合執政 他任命的那個行政院院長 會聽柯文哲的嗎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ABC 你一個公司 你要當個CEO 你董事會要不要過半 所以柯文哲才會講 我要組聯合政府 因為他知道他不能執政嘛 51年次的蔡先生 則對於對岸充滿不信任 賴清德他是看全世界 那個侯友與柯文哲就往回走 怎麼說 他向大陸靠攏 大陸的政策 要給你死就給你死 我們的遺產品農產品 不讓你進就不讓你進 柯文哲你們自己是怎麼看的 他的政策狂暖如 他的講話都不實在啊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這麼支持他 我不曉得 那個那個 這個我不是年輕人 47年次的陳先生認為 柯文哲講話不實在 其實這些四五年級生的新生 柯文哲都看在眼裡 所以之前他在臉書上 向四五年級喊話 說他常反省 為何比較能得到年輕族群支持 卻得不到同梯的認同 柯文哲表示 他們成長在國民黨威權時期 看著黨外變成民進黨 再看著民進黨變成另一個國民黨 藍綠看似水火不容 其實遇到共同利益的時候 非常團結 過去這幾十年來 因為藍綠惡鬥 對於台灣社會的一個傷害啦 包含了一些只看立場啦 然後不看是非 那也就是說其實到了選舉的狀況之下的話 他會變得很兩極對抗 其實我們在這次的選戰當中 我們也是訴求了一個所謂 和平的這個和啦 這個和字他除了在 所謂兩岸和平之外 我們也期待的是說 社會和解 政黨和解 社會和諧 請大家回去 告訴你的朋友你知道 2024年這一場選舉 他是個台灣歷史上的選擇 從柯P變阿伯 柯文哲高舉突破 傳統政治框架的旗幟 的確打中不少年輕人的心 得年輕族群者得天下 那所以賴清德也好或是侯友宜也好 都想方設法希望能夠去開拓 年輕族群的一個選票 但是呢還是沒有辦法去撼動 年輕族群對於柯文哲的向心力 然而民眾黨認為雖然柯文哲年輕支持者多 但在造勢場合還是能看到中生代 甚至是六七八十歲長輩到場 只是學者認為柯文哲的精英形象 並非典型的四五年級生 像同梯喊話說服力不夠 他是台大醫科 而且他不只是醫科的醫生 他還是醫科教授 他的整個參加過程 其實沒有辦法普遍代表 四五年級生的這樣的定位 有時候常常在講精英式語言 不經意流露的時候 然後會拉遠跟他們距離的原因 如果是北部的話 大概投給侯康比較多 那中南部的話 大概就是會投給賴清德比較多 我說這一塊其實 可不可以是吃不帶到這個票 外界可能還有固定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好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他其實我覺得 未必是所謂的精英不精英 在所謂中南部的一個支持度 其實目前看起來風向是變的 2020年總統選舉 50到79歲是最踴躍投票的年齡層 投票率幾乎都在80%左右 男性投票率最高落在70到74歲 投票率85.5% 女性投票率最高是60到64歲 投票率83.7% 這些人正好就是柯文哲最想打進的族群 柯P現在他的票就是侷限在 就是年輕人這一塊 那而且還是都會型的 你說你到中南部的這種 我覺得他可能影響力都是比較 邊長莫及 選戰倒數 各年齡層都沒有失守空間 想對準四五年級生的胃 就要思考如何端出更好的菜 TVB的新聞 劉野華羅斯鵬 文化與台北採訪報導 繼續從台灣的選舉人口結構來說 您知道嗎 其實新北市就佔了好大的一部分 人口超過了400萬 這也成了藍綠白集中選票的一大關鍵區域 尤其新北市賴清德的老家 卻也是侯友宜的本命區 而柯文哲的競選總部也設在這裡 不只綠白警咬 這裡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是侯友宜的本命區 更是國民黨1月13號投票前最後的回防重點 站在板橋區憲民大道口 侯友宜帶領小雞們喊口號 除了喊聲敗票 也近距離跟民眾互動 選戰進入最後倒數 侯友宜除了全台車隊掃街 也積極回到本命區回防新北 選前之夜更是直接選擇在新北市展開 選戰最後關鍵時刻 我想各組候選人也都會針對 自己的優勢選區以及本命區 來做重點的回防跟加強 最主要就是鞏固基本盤 以及當天1月13號要把投票率吹出來 才是最大的關鍵 更重要的是新北市是400萬的大人口 也是侯市長過去十幾年的 一個長期經營所在 所以相信能夠以重點的加強 來讓北北基陶共同的 吹高投票率 透過組織動員為選情加溫 新北就是重中之重 除了是本身淵源以外 其中人口紅利更是一大關鍵 看看全台六都人口最多的 就是新北市 全市劃分為29區 其中行政中心為板橋區 人口就高達了55萬人 為全台灣鄉鎮市區中的人口第一名 而全新北市的涉及人口 更有超過400萬人 是不管藍綠白都要搶食的大兵 民眾黨在選前十天啟動的全台車隊掃街 第一站也選擇在新北啟動 用車掃方式指導侯友宜的本命區 從新莊靖總出發 在新北的大街小巷跑一輪 不讓藍白對手整晚端走 老家在新北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也加強力道 不要投內關 不要投內關 推出一串政見牛肉 喊出一大動力 二大發展中心 三大生活願景的未來當選計畫 賴清德也趕在投票前 著力北台灣 要把選票催出來 對侯友宜來教 實在是不能夠輸 如果說能夠多贏一點 我覺得他就會有希望 新北大家不要忘記 新北也是全台灣立委最多的選區的縣市 所以他這個地方 他不僅要顧化自己的選情 可能也要對 他如果能夠稍微的拉抬 對於新北的立委的席次也會有很大影響 選戰最後幾天倒數 藍 綠 白 歷經了全台趴趴走 最後一里路要在北台灣拼到最後 第六新聞 花少平成文月台北採訪報導 除了新北很重要之外 再來看的是中台灣 也可以說是重點區域 主要就是看看 2024總統選戰倒數的這一段時間 藍 綠 白的候選人們 其實都在全台中奔走 而其中台中彰化為什麼被視為關鍵的決戰州呢 因為台中市跟彰化縣的人口總數就超過了400萬人 從過去8年的中央跟地方選舉來看 其實票數在藍綠之間的選輸擺盪 並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 而從2020年跟2016年的兩屆總統大選 台中市跟彰化縣的票數分布來看 也幾乎是全台的縮影 誰贏誰就奪得天下 宛如是大選觀測的章魚哥 因此才會被視為關鍵的決戰州 感謝你們的鼓勵 送往另外一人 謝謝 天氣冷嗖嗖 但選舉的氣勢不能冷 侯友宜替自家立委小機站台一起沿接敗票 在台中大陸小巷穿梭 因為這裡就是關鍵的區域 此次大選是決戰中台灣 因為北中南沒有一個地方 會有一個政黨壓倒性的勝利 說民進黨要在南部大勝 但看到這幾年 南部執政黨的施政不力 閉案重重 民進黨不可能在南部大勝 而相反的 國民黨侯康佩也不可能在北部大勝 因為三角都的關係 因此台中變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誰在中部獲得勝利 就很有機會會在大選中獲勝 全黨上上下下都出動 不只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喊出 中台灣是決戰點 中不贏 全台灣就能贏 台中市長盧秀燕也全力發揮 在地選戰的母雞角色 我覺得這個最大的作用點 就是盧秀燕市長 我覺得他把大家都扣在一起 好像團結了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不管是中張頭這邊 他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擬距離 雖然有藍白合作示範區 但總統選票還是得要更自拼 民眾黨也在12月底前進台中 舉辦萬人大型造勢拼聲亮 看看台中市以及彰化縣 人口總數就超過了400萬人 從過去8年中央 還有地方選舉來看 票數總在藍綠之間懸殊擺盪 並沒有明顯政治色彩 而從2020與2016年兩屆總統大選 台中市與彰化縣票數分布來看 也幾乎都是全台的縮影 宛如大選觀測的章魚哥 因此也被視為關鍵的決戰州 儘管不同於以往藍綠對決 這回大選在撒喀都態勢下 過去決戰北中南台灣 或是所謂的南票北補 北票南補 不足以確保勝選 但是中台灣的關鍵性 仍具有高度指標 一下火力全開 一下溫情喊話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除了要鞏固南台灣票倉 也多次壓進台中搖擺州 造勢站台通通來 因為除了總統選戰 國會能不能夠拼過半 一大關鍵也在中台灣 那中台灣當然 國民黨是明顯有優勢 因為盧秀燕 王惠美其實都蠻優秀的 那基層也都相當有榨根 想拿到通往總統府的門票 搶下國會的最多席次 看準中台灣的關鍵性 藍綠白都拼了 體驗新聞 謝謝 陳文岳台北採訪報導 好就在選戰倒數進入白熱化階段的這個時候 前總統馬英九接受外媒德國之聲的專訪 談到了兩岸的緊張關係 他認為得用和平方式對話 但被追問是否能夠信任對岸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呢 馬英九回應兩岸關係 是必須要相信對方 那麼這樣子的一番話呢 就引起了各方不同的討論 向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聽到就回應說 與其相信習近平 不如相信自己比較安全 而賴清德也說 當然不可信 前總統馬英九陪同掃揭 藍營小雞士氣高昂 但他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 談話卻引起爭議 外媒詢問對於大陸空飄氣球 飛越台灣的看法 馬前總統認為賴清德主張台獨是主因 因為大陸擔心他這樣的人 而他也建議如果氣球距離台灣太近 國防部應該要擊落他 專訪釋出就連藍營都有雜音 馬前總統被問到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是否如拜登所形容 是一位獨裁者時 他認為回答前要先定義 而且這個詞在兩岸關係中 並不重要 因為創造可以和平相處 無需使用武力的局面 比任何其他言論還要重要 對手趁機搶搭順風車 相信自己比較安全 白英九說兩岸關係 是要相信習近平 當然不可信 這個侯兆沛就是馬英九的馬前竹 難怪柯文哲主席會說 侯友宜是中共的支持者 至於能否相信習近平 他的答案是兩岸關係而言 你必須相信他 德國之聲記者追問習近平的新年談話 提到統一是歷史的必然 為何這樣還可以相信 馬英九則回應對岸也很清楚 統一不可能一蹴可擊 需要花很多年的時間 而且必須得到人民同意 要相信習近平 謝謝 所以馬英九的講法 也不代表侯友宜的講法 侯友宜的講法 就未來要以侯友宜的講法為準 敏感問題 馬英九的回答 藍綠白都不買單 TVBS新聞 花正生李宗澤 新被採訪報導 不過台海的情勢 仍然是這次總統大選當中 相當重要的一個話題 賴侯科的兩岸政策 格外受到重視 賴清德主張的是 延續總統蔡英文的維持現狀 可是他過往的務實台獨論調 始終還是沒有辦法 讓他擺脫質疑 而上來高唱九二共識的國民黨 這次我們也看到侯友宜 似乎沒有把這個作為主旋律 不過儘管柯文哲 喊出中國大陸該競爭就競爭 該對抗就對抗 美方也抱持著觀望態度 從南方澳的制高點 舉起鏡頭觀察東部海面 能見度最佳時 看到的不止遠方島嶼 那國島看得到的話 那發現共箭應該不是問題 藏到箭頭去看 然後結果有發現到 共軍的052D型南京艦 然後還有我們的海軍168艦隊的 基雄機艦 中共軍艦進破 國軍主戰艦艇 海江戰衛兵 數張照片還原了國防部新聞稿 所說的監控應處 軍事迷李先生拍攝的當下 兩岸情勢正劍拔弩張 共軍8月軍演的時候 共軍在台灣周邊海域 劃分六個禁航區 然後其中一個禁航區 就在宜蘭外海 然後我就發現說 情況不單純 於是就是帶著相機 還有殘膠鏡頭 然後上蘇貝公路去拍攝 那一幕我永遠都萬不了 民眾開始關注軍情 是台海緊繃的氛圍縮影 中國大陸持續加大 武嚇力道 只為嚴防台灣 從法理獨立 祖國統一是歷史必然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風險 跟九二公司的連結才是風險 才剛進入2024 兩岸再次表明主權底線 總統蔡英文重申維持現狀 是反擊在業黨 還是定調路線延續 我賴清德不卑不亢 會帶領國家維持現狀 守護台灣穩定兩岸 給人家講他是跟蔡路線不一樣 我個人倒不這樣認為 因為基本上賴霍過去 其實已經多次的宣誓 對於北京而言 他當然一定會是 對賴清德比較不放心 蔡英文他的重政背景 一開始是在 國民黨的一個政府裡面重政 跟李登輝本身的一個路線 是相當的一個接近的 但賴清德是從199年代 大概前半夜才開始重政 那時候剛好是民進黨的內部 最有那種台獨一直醒來那個時候 民進黨的台灣前途 傑宜文是否凌駕於台獨黨綱 去年12月初 葛萊伊等知名學者 在美國外交期刊 外交事務的發表 就曾引起激變 不過同為政黨的中心思想 藍營似乎不再主動 把九二共識當定海神針 證監會 辯論會都是在 他是在被問的時候 他才會說到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任何的定義 一定都有一句話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台北主張中國大陸 是中國一部分 北京主張台灣是中國大陸 中國一部分 但全世界有誰會否認 中國大陸是中國一部分 沒有人 依照國內的現況 清中違背主流民意 台灣能否重破外交困境 是侯康重啟對話 往來支票最直接的驗收 那不要選邊鎮 是否就能解決問題 其實最近課程 是沒有在用美中等據 他現在講的是說 台灣要做一個 美中之間的溝通的橋樑 而不是旗幟 我就坦白講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到 因為他並沒有講 他要如何去做到 其實台灣跟中國大陸 也是一樣 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需要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 還是要對抗 以尊重為前提 不排斥接觸 柯文哲提五個互相 喊出台灣自主 兩岸和平 但怎麼落實 美方也還在觀望 柯文哲因為他只有做 一個市長 沒有做中央政府的職位 反正柯文哲很多政策 他說他是以事務為主 practicality 然後他是會走中間的路 所以美國目前只能猜 他的大陸政策到底是什麼 做決定的是台灣民眾 解讀卻在路方 在這狀況之下 專家認為年底的沒選 又是令個台海情勢 巨大變音 因為如果拜登連任成功 那美國的政策對中國 包含對台灣的政策 會是有延續他過去三年多的政策 但是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他同樣的幕僚團隊回來的話 那他們對中國一定比拜登更強硬 而且會更猶豫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三黨候選 其實都在講親美 美國關切的是 誰當選的是不是會導致 台海爆發戰爭 但我相信美國應該很沒辦法了解 會不會爆發戰爭的問題 不在台灣這邊 而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 習近平覺得他實力共狗 過不過用武力拿下台灣呢 兩岸統獨吵了又吵 三方路線其實差距只在核心價值 選前是鞏固基本盤的必要口號 選後對於區域和平 卻舉足輕重 TVB的新聞張志明 葉日甫 一蘭台北採訪報導 錢松那種金國先生 過去在民眾心目中政績良好 有沒有發現選戰倒數 各個陣營現在都紛紛打出金國牌 金國先生最為我們所稱到感念的 就是他的親民 他的親戀 提到金國先生對台灣的貢獻 台北市長蔣萬安相當有感 被問其三組候選人 都提到蔣金國先生 蔣萬安跑行程站台的同時 這麼回應 蔣金國先生一直以來都是 台灣民眾心中滿意度最高的總統 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我想他真正有很多令人感念的地方 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蔣金國先生是史上 滿意度最高的總統 在宋楚瑜出面幫侯友宜站台的同時 也提及金國先生的事蹟 希望侯友宜能效法 跨越黨派做好事情 除了站台提及金國先生 另外兩組總統候選人也紛紛在政見發表會上 提及金國先生 藍綠白相互交鋒 拼選戰打金國牌 民進黨賴清德則是提及國民黨 不要忘記了蔣金國先生的路線 不要反其道而行 柯文哲則表示 自己的風格作風 會如同蔣金國先生一樣 如果有機會上任 會先阻聯合政府和中美釋出善意 再解決內政問題 金國先生在所有台灣民眾的心目中 不論是老中 親 三代 都是非常正面的形象 那麼所以大家想要 把自己跟金國先生做一些連結 那麼所以各取一部分 對自己有利的部分 來做申訴或者是隱身的發言 專家分析蔣金國年代 台灣經濟起飛 部門黨派的團結 是許多老一代人念念不忘的事 過去台灣在藍綠輪流執政的情況 卻沒有過往金國先生時期的榮光 淪為政治攻防惡鬥 然而三黨候選人雖然都打金國牌 但各自陳述理念方式不同 各自針對金國先生的事蹟還有方式 表達贊許之餘在進行選戰 攻防交戰 曾相打出蔣金國牌 是一個瞎子摸象的行為 對民進黨來說 取用的是蔣金國先生生前的三部政策 不接觸 不談判 不躲協 我想柯文哲先生也希望去效法上這一塊 不過兩者最大的一個差別就是說 譬如說蔣金國先生過去的施政端臨厚重 而且有所謂的指標型建設 比如說像十大建設這些部分 然後感覺上民眾黨這個部分 在青年導師的部分比較像傳教士 侍奉選舉日是金國先生試試紀念日 這張金國牌更成為選戰焦點 但如何在最後關頭 讓金國先生的理念 結合各黨競選政見的方向 喚起各方選民的認同 才是考驗候選人吹票的功力 金國先生過去在江西幹男時期的沙發火爵 可能這一種相關的霸氣跟魅力 那個對於國民黨的候選人 可能在這個部分當中應該要好好的學習 金國牌怎麼打 三黨候選人各有盤算 金國先生試試紀念日這一天 總統大衛塵埃若定 TVS新聞 陳建民 崔壯群 葉豐瑋 藍玉銘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